大家好,我是电影侠 欢迎来到我的电影世界 开始影片之前想邀请大家加入我的电影世界 请按订阅吧! 经过十年来的漫威盛世与DC的抗衡 观众都进入了英雄片疲劳的阶段 超级英雄片已不像当年般吸引 一向被视为说故事较弱的DC 此时却推出了闪电侠 而他竟然让观众 重拾看英雄电影的满足感 今次闪电侠可为DC讲栏目故事最好的一次 有亮丽的特效之余 故事已非常感动 如果你都一样 已经对英雄片存疑 闪电侠应该会让你重新爱上超级英雄电影 闪电侠是这位英雄的独立作 闪电侠一向在电影观众心目中不算受欢迎 而今次是他自正义联盟出现过后 眼神的个人故事 剧情讲述闪电侠家庭破碎 爸爸因被悟空谋杀妈妈而入狱 而他最心爱的妈妈意去不凡 偶然间 闪电侠被瑞发现只要跑得比光速快 却能让时光倒流 因此他就回到过去 希望拯救妈妈 当他回到过去 发现时空原来不是值得一个 他碰上了另一个时空的自己 也有另一个蝙蝠侠 同时 他却发现坚决杀的将军纵灵 但这个时空中 超人却变成了一个女孩 贝瑞要应付敌人 同时要回到自己的未来时空 而最终他更要在 就与不救妈妈之间挣扎 困难重重 作为一出英雄独立作 闪电侠而美地展现出英雄水准 电影不但让观众了解贝瑞的性格背景 两个贝瑞的合作 也让作品充满趣味性 其实前年身在同堂的蜘蛛侠 早已将这个概念做过 但闪电侠仍然能带来不一样的面貌 蜘蛛侠不占无归卖情怀 闪电侠则是卖新鲜感与创意 贝瑞是个独男 说话过分极数 性格有点古怪 但当他面对家庭 面对母亲 却是单纯的深情 这种充满反差感的安排 艾萨米勒却能完全驾驭 当他是个独男时 真的非常古怪但可爱 观众一步步去了解他的故事 到跟他一起面对失去母亲的伤痛时 都会被感染 不禁落泪 艾萨米勒却有令人爱上的魅力 因此即使个人生活一团糟 相信DC仍然会继续让他担任闪电侠 如果有留意新闻 就知道主角艾萨米勒是个麻烦 近年他的负面新闻不断 神神话话的个性也让DC十分头痛 已知道最近的合理活手英米 才让他陷个身 但即使如此 DC仍然不愿换脚 只要看过闪电侠 观众应该都会明白 因为艾萨米勒的演技 好得令人折服 至于电影的另一大惊喜 就是米高基顿 老观众都应该熟悉 他正是1989 1992年天不顿版本的蝙蝠侠 蜘蛛侠士的情怀 闪电侠都有 在新的这个平行时空 蝙蝠侠已是年纪甚大 米高基顿也一出由风光不在 被贝瑞感化在床出江湖 也非常称职 让人感动 绝对是闪电侠最精彩角色之一 由超级英雄电影玩多元宇宙开始 观众就开始接收复杂的多的资讯 很多时候要听懂理论 尤其是像剧集落机中的陈述 往往都花点时间 劳力理解 不过闪电侠所讲的时空故事 却非常简单 观众只需明白 闪电侠跑得太快 所以回到过去 但就触发出另一个时空就可以 闪电侠的一个最大好处 就是不需在熟读前作或DC宇宙 现实漫威正式将这种连接玩烂 变成副类 让观众要先看这出剧 那出戏才能明白现在的这部新作 但在闪电侠中 观众只需大约理解 正义联盟中有什么人 超人曾经的敌人就足够 当然 对DC越熟读 会发现越多有趣彩蛋 但即使是英雄片的出割 都能来人非常享受闪电侠 闪电侠贝瑞的惊人能力 在守目系变得到有力体现 贝瑞高速奔跑时所展现的速度感与震撼效果 在特效技术的加持下 穿得上令人烫为观止 堪穿视觉上的盛宴 而后的拯救人命 更挤住弱难者本身极为脆弱 有效渲染人道危机的紧张感 救援过程不仅是展现速度这么简单 还能适时包含对物品与当下环境的合理运用 使该不成的观赏性得到保证 无论如何 闪电侠都是DC众的上家之作 娱乐性丰富之鱼衣非常感人 绝对值得入场一看 今天分享就到这里 如果喜欢我的影片请按赞分享和订阅 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闪电侠呢 欢迎大家留言给我知道 我是电影侠 我们下一部电影见